4月15号,记者在西宁野生动物园看到了刚刚破壳15天的高山雾旧幼鸟宝宝,它被放置在室内的一个垫草的泡沫箱内,有饲养员24小时不间断照顾,旁边还配备有取暖器,以保证室内泡沫箱温度保持在20度左右。 看到摄像机的它不仅没有慌乱,还时不时的歪头卖萌,甚是可爱。 据了解,这只幼鸟宝宝是西宁野生动物园成功繁育成活的中国境内第二只高山雾旧,目前小家伙体重已经达到500克,身体状况良好。 饲养员原强告诉记者,现在它每天分4次少量4位幼鸟,主要以兔子肉、鸽子肉为主,为了保证它的营养均衡和保护它的肠道,还会加入少量的羽毛、脆骨等。 在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这只幼鸟正在茁壮成长。 现在的话它已经出生有15天了,15天的话都是为30克到40克,然后中午的话也是为个30到35克之间。 下午的话它就看它叫的程度,它如果叫的那个比较厉害的话,就是给它加点餐,加个10克到12克左右。 高山雾臼属于大型猛禽,作为中国体型最大的一种猛禽,在中国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及附近地区,以腐蚀为主,是中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新宁野生动物园园园长齐新章表示,猛禽人工繁育难度很大,尤其是高山雾臼,在园区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三年间成功繁育成活两只高山雾臼,这也表明了它们的人工繁育技术已经成熟。 对于以后高山雾臼的人工繁育,我们也是更加有信心了,同时,这一系列的这种经验和技术,对于其他的猛禽的繁育,也应该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以后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利用高山雾臼人工繁育的这些经验和技术,然后用于其他的猛禽的繁育上面,希望能够在其他猛禽上再次取得突破。